建立完善的病院加均所相向专進制度 中華修團病院就跟超過一千多間的醫療運作來結明 說要來供應醫療組織系統 相向专進是健保室積極力推動的政策 目的就是要讓醫療組織可以經過全婚利用 中華修團病院也透過10萬年前就開始建設的醫療組織系統 跟中華、南島、台南各鄉頂所在 超過一千間醫療議所結明 提供民眾更加完成的照顧 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建構所謂的行動的電子病例的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面我們也邀了很多的醫療院所共同來使用共享資源 當然這個部分也是對於我們的病人的轉診 然後到各個醫療院所的看診會有幫助 所以其實秀才醫院本身是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久的時間 除了是參與選選外黨的副館長林明玉也固定病院的策劃 讓醫療組織發貴更大的效益 雖然說有多了一個層次的篩檢 但是對我們的鄉親的醫療的費用是有減輕的 這就是讓鄉親透過我們的基層診所通報來 我們秀才醫院也可以通報到基層診所 讓我們基層醫師來做服務 這是醫療資源的共享 分享 透過醫療分工讓醫療分級這個制度能夠更落實 秀才病醫也肯定有健康竹筍中心 提供24休息的健康竹筍 在這裡是介紹民眾告出今的醫療應售酒精 大專新聞 張西良中華 蔡芳博德 好 那這個我會建議